高树香早餐店老闆邱姬和 四年前有感食安问题严重 利用时间栽种面积约三公顷的洛梨 投入百万资金累积洛梨树的养分 盼永续经营 今年结果率高 首度采收 受到消费者欢迎 我在资讯上看到洛梨是一个很好的食物 它是一个 它属于说植物脂肪 它有很好的那是什么 植物脂肪 然后就是说 那个 它的成分 有那个 Omega-3 就是说那个 好的胆固层 坦白讲就是说 我们一下食安问题很严重 那我也想说 找到这个好的食物 来推广一下 给我们 国人 邱姬和表示 洛梨可分三种品种 早生种六到八月采收 中生种七到九月盛产 晚生种十到一月 它种的是早生种 目前每天采收六百至一千公斤洛梨 产地价一斤约五十到六十元价格稳定 透过农会 有台北的拍卖市场 还有台北的那个什么果菜市场 就是说一般航口 销售 这样今年价格还算稳定 目前还算稳定 大概 就大概一千五六十块 六十块左右 秋姬和说 洛梨果肉如乳酪一般滑顺 口感细致 吃起来像奶油 它坚持第四年才让洛梨结果时 虽然种下去第三年就开始开花结果 它可以把花椎掉 让树式更强壮 今年初结果率很高 品质也很好 现在正进入洛梨盛产期 秋姬和建议民众不妨抢先品尝 评论新闻张如银柳建荣采访报道